楊毛纤维基本上有抗菌的功能 我们不需要经常去洗 基本上你穿了一个季节 或者一个月之后 你觉得稍微有些骚髒 才可以清洗 楊毛衫清洗 我们很多时候都可以用手洗 或者是机洗 亦都视乎它有没有处理过 有部份的楊毛衫 经过特别的处理 是可以放入洗衣机洗的 当然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看看楊毛衫里面的标签 通常在衣服里都有标明 它是可以手洗或者机洗的 而且清洗楊毛衫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一些 楊毛专用的清洁剂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 方便了它干 用一个毛巾 在上面慢慢印干它 令这件衣服比较干爽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晒衣网上 放在一个比较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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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你掛毛衫的重量 令它聚了来 有机会拉长衣服 如果一般针织衣服 我们就会提议摺疊的方式 处理好 放入柜桶就可以了 如果是梳织的衣服 例如西装一些 我们就觉得比较掛起的 处理方式比较好些 其实我们选择羊毛衫的时候 选择羊毛的直径小度比较小 例如超小的羊毛 羊毛纤维直径是19.5 左右 比较舒服 在我们洗涤羊毛衫的时候 如果我们加入一些羊毛的油染剂 会轻油地按摩它 那件衣服洗完之后 都会觉得比较特别油染一些 这件衣服很不幸 弄髒了 譬如弄了一些果汁 又不需要那么方便 你用一些纸巾 在表面轻轻地印走 但如果它已经滲入衣服 加一些羊毛的专用清洗剂 这样去洗就比较好 有一个轻微的勾线 其实我们用一个小的勾针 就可以很容易勾进去 但如果破损程度比较高 我想最好是找一些专业的师傅去处理它 羊毛衫本身有个天然的弹性 基本上你放在桌面平伏 平铺它很快便可以回復 你可以考虑用一些蒸汽的烫豆 就把它拔一下去烫一下 它应该都可以回復原来的样子 其实羊毛衫在穿在过程 很容易受到磨擦 就会起毛粒 例如像这件羊毛衫 它起毛粒的话 你用刀刀在表面上平铺 就可以把它剪走 然后再用一个胶纸 就可以把一些比较碎的毛粒 也带走 在厚房里面的药物衫 这些药物产品 最好首先把它清洗 接着就加一些防虫剂 乾燥剂 就进入真空袋或真空箱 这件衣服就会更加好 可以耐用一点